電瓶裝的時候 特別裝回去以後 裝回去 裝好以後 確定它有沒有卡住 OK 好 很好 它就像我們的家長一樣 很多事情在 不管是有關保修方面的一些經驗 或者是甚至部隊裡面的一些事情 它都給我們蠻多的指導 也提供我們很多的經驗 家有育老 如有育保 熱心公益 樂帶工作 他是一個很認真 很熱情的人 就是很認真啊 他一定要把事情做完才會回來 這樣看有沒有布丁好 OK 然後再可以蓋下來 對 小心一下 把兩邊蓋好 對 那個 那個 對 OK 好 你看我們現在那個街頭 銅的部分可能會有氧化 安憲英士官長 從事飛機保修工作已35年 他所累積的豐富經歷 不僅見證航空 變成專精專業的達人 然後就開始單機 保管一下飛機 從事所有的飛機保養 然後慢慢的從飛機保養 再去授很多的相關飛機的訊 像飛機結構 飛機液壓 飛機配照 飛機的非破壞性檢驗 那最後授的是飛機發送機訊 這樣子一路完成飛機發送機訊以後 就是真正的整架飛機 我都 所有的部位的系統我都收完了 有句話說 工作若是興趣 大家一定都很喜歡 有趣的是 如果把興趣定立目標 那興趣就會馬上變成工作 沒錯 安憲英士官長 能堅守這項工作達35年的動力 就是對飛機修護的專業 和樂在工作的態度 從入伍開始接觸飛機 就一直對飛機有興趣 也是提到就是能夠有一份成就感 專業跟經驗 我們講專業就是你要在你 你的自己這塊領域裡面 把你自己分裂做好 因為要到專業 所以你要去受更多的訓 那你受完訓 去受訓的時候 你就要認真去學習 可是你一記剛上手 就會有點不熟悉 這時候你就要去勤去問 所以學院長還是被我們煩到說 一天都纏著他說 哪個地方要注意哪個地方要注意 那敬業就是 當飛機員還沒有來的時候 你要比他早先到場 去把飛機保養好 因為你做一個機公長 你就必須要去很專業去把這架飛機 顧到好 把它當作你自己的車子一樣的看待 把它保養到很好 讓飛機員飛得很安全 很安心 很舒適 沒有 安市官長 他是一個很熱心的 因為我們彼此之間 現在我們的工作 是幾乎都在一起 他能夠放下身段 以他的年紀 跟他的資歷來講 他對我們來說 他是屬於很熱心 因為熱在工作 又很熱心幫助人家 安市官長 除了對工作的熱忱外 在直升機的檢修過程中 都會要求修護同仁 必須按照程序 步驟要領實施 甚至連羅帽要如何選頸 都要按戒令來做 如此細心的保養態度 堅持風險控管的警覺 為的就是讓每架直升機 能飛在空中維持戰力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一切要按照規定 按照紀令 要有依據的話 按照紀令的依據 按照它的程序 施工步驟程序 這個不能容許有任何錯誤 飛機這個零組件 你有稍微一點的錯誤 就會影響到很大的後果 那就是程序步驟要領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飛機就是一定要按照 程序步驟要領來執行檢修 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他的做事是始終如一 就是工作態度非常的認真 然後對於自己的專業的方面 也非常的堅持 他最主要 他是負責這個飛機的修護檢驗 尤其對於這個飛鞍 的風險管控方面 他的堅持對飛鞍上面 這些任何微小細微末節上面的 一些保養工作上面的堅持 可以說是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 他這個專業 而且他這個經驗非常的豐富 他執行工作上 除了按照程序步驟要領之外 他35年的保修經驗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製程 那時候我才一直下至中市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們講 他說你裸桿就是不能動 就只能動活帽 不然的話你裸桿跟裸帽一起轉 那裸桿就會跟著那個東西的組件 一起去磨它 那這樣就可能會造成這個東西的損壞 對這就是他非常要求我們的地方 現在回想起來也沒錯 就是因為這些的要求 所以讓我一路成長到現在 所以我還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要我們注意的就是飛機安全 任何做完飛機檢修之後 一定要做好最後最終的檢查 要把任何的零件零組件 拿FOD清除下 不要留在飛機上面 以避免造成飛機的時間 安氏官長不是只有在工作上 按標準工作程序 其實在平日教育孩子 與家人相處的生活模式也是如此 安氏官長大趣地說 裡面訂的那種型 哪一種型 訂的那種軍事規格那種型 阻止說明辦法 要把這個程序放在裡面 先套這個程式程序 然後再想說其他的有沒有什麼 以後啦就是 先把這個阻止說明辦法搞定以後 他可能要寫了 安氏官長對工作的執著很驚豔 不僅傳承給部隊的夥伴 也感染了大兒子安開羽 小兒子安開齊 兩人先後投身軍旅 更難得的是 現在三個人在同一單位服務 共同為飛航後勤支援工作把關 在地方與單位內 傳為一段佳話 他們一家人能夠來為國家服務 我們當然也是很開心 而且父子兩人的表現都相當的好 現在兩個人都幹檢驗 能夠在我們這一行能夠幹到檢驗 都已經是相當不簡單的 能力 程度 學士都要達到一定的水準 他另外一個小兒子是屬於 比較行政後勤業務 近來也是很認真 完全沒有說 因為老爸在這邊是使館長 所以表現得比較差一點 反而不是 表現得都很好 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對我來說 父親就給我的感覺是 對這份工作一定要有熱忱 如果你對這份工作的部分熱忱的話 你就會覺得做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你做起來的話 你會非常的開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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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鑰匙給你 其實做每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都是循序靜靜 每次面對自己的工作的話 我是覺得是重新學習就開始 像父親和哥哥從事保鞦工作的話 飛機構造那麼複雜 他們應該也是從一點一滴開始慢慢學習 然後才能累積成現在 那我覺得 做軍人這份工作的話 就是要樂業敬業 才在這個軍旅生涯當中 能繼續工作下去 我跟他媽媽的想法都一樣 只要這個小孩子不要學壞都很好 不會對社會國家造成任何的困擾 他也獨當一面有一技之長 所以他們當初選到這一行來 其實我是蠻有趣跟他推薦 說這個職業跟這個行業跟走入這一行 是不錯的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師傅帶出門 修行看個人 他安開語能夠今天做為一個 也是一個OG的檢驗 我這是蠻驕傲的 雖然現在目前老三沒有到從事飛機保修 可是他已經取得飛機秉級執照 可以從事修復方面的工作 他現在也是這個一年到兩年之間 從事這個後勤參謀職務 可是將來還是會回到保修縣上面 因為他具有飛機專長執照 而且他是可以可用的人 我很可以自豪的是 我這兩個小時都很敬業 時光匆匆 安憲醫士官長 35年的軍旅生涯 如同電影在眼前播映 他喜愛的飛機 不曾在生命中缺席 堅持的理想也未曾放棄 他鼓勵有志從軍的青年 堅持理想不要放棄 其實就是一個堅持 那就是我們講的 還是回到那個 你要很專業 你要很精力 然後把你這一份 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 然後慢慢的你會覺得說 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職業軍人這個行業 也是很好的一個行業 對陸軍航空六棟腰旅而言 安憲醫士官長 可說是單位的隊寶 他不僅將最黃金的歲月 貢獻給部隊 經驗傳授給後進 也鼓勵自己的孩子從軍 成績榮耀之夜 為陸軍飛航後勤為榜 永續傳承 我只想看到新飛機來 應該還有三年 然後能夠看到新飛機 在我們基地裡面起飛 然後我還能夠幫忙修復一點 盡我一份力量 然後讓U型基地退休 再三年 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滿足 我就滿足的那種感覺 是我最期待的那一個 因為安盛他也有很多的飛機寶修經驗 真的是讓我們獲益良多 他可以把經驗傳達給其他的保修室 其他的檢驗 這些經驗讓每個保修人員 獲得這個經驗之後 在自己的保修領域上 可以過得更充實 在回頭 想要飛 我逼任何理由 不管世界盡頭多近 目前當然也是希望像父親 然後哥哥一樣 能繼續回去做保修動作 那謝謝父親對我們的從小到大的照顧 那我非常以我父親他的 那個為我們家裡所做的一切 那我以父親非常的微柔 Luckily 你說什麼 你好 spoken